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点钟到12点钟由天宇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又来到了周六的时光咯 今天也是在中华民国112年的第一集节目 非常的开心又可以在周六的时光跟大家空中相会 首先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德香女人花》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待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导读幸福 跟着来这本书籍咯 《德香女人花》 《德香女人花》 《幸福从发芽》 《今生成就长生发》 《德香女人花》 《人间人爱呀》 《如今生成就长生发芽》 《余灵之后不成的恩怜之后不成的悟应》 《金与人家》 默默美满芽 万事顺利令人羡慕啊 女人花 天善良 得像飘逸归几种徜徉 女人花 女人花 花似大笑 终身平安 永康庄 女人 饮得而笑 趁就今生 把笑尽于长 女人 饮得而笑 温柔情长 地球迷香 得像浓郁芬芳 犹如正亮方向的太阳 每晚 融合圆满 富足梦山 碎花绽放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咯 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精彩内容分享 不过呢我们一开头先来跟大家导读到的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那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章节 现在来到了第四章 自在生活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幸福跟着来的第四之九章 开源节流 得失之间 读者提问说 小学后家境不好 父母跟我们姐妹上学十分艰辛 所以父母一直传递给我们省钱的观念 现在我们一起去购物 父母还会要求奖价 即使少钱都省下来 不知是不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现在对于金钱充满了不安全感 总是担心遇到急事时手头没有钱 越恐惧越没钱 请问导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而太阳盛德导师解答说 这的确是恶性循环 买东西是否降价 如果对方是可怜人 他卖的比别人贵一点 这对你如果没有多大的影响就买吧 结个善缘 生意人老老实实赚他该赚的钱 没有红台物价 但你总是要和他讲价 代表你将别人的痛苦 变成自己的快乐 因为在得失之间 不是你得就是他失 但是如果去风景区 外方漫天开价 这时候就要靠自己的智慧来判断 这其中要有弹性 至于省钱 这牵扯到开元节流两个方向 节流是美德 同时要有开元做后盾 每一个人逻辑不同 价值观也不一样 如同你可以选择 节庆大减价时半夜去排队 或者努力赚钱 不用排队也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 总之 省钱是需要的 但在可能范围里面 还是要开元 女人迎的耳笑 成就今生把小情愚长 女人迎的耳笑 温柔情长 女人迎的耳笑 女人迎的耳笑 温柔情 照亮方向的太阳 你问 如何圆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幸福跟着来的第四之九章 开元节流得失之间 当然省钱是一个蛮不错的观念 不过省钱也是有道 如果别人赚的也是辛苦钱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是别人应得的 但是如果不断不断的砍架 那可能造成别人的痛苦和困扰 那就是得失之间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如何在开元节流之间 找到了这个平衡点 其实也需要大家 更多的智慧来想到了办法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不同的内容 除了《太阳圣德导师》的书籍导著之外 接下来也要为大家邀请到了 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超马学员 一起来分享了 那其实学习超马 不管是大人小孩 是不是台湾人 或者是马来西亚人 甚至是很多的外国朋友们 其实都透过了这套的系统 来做学习 一起做成长和突破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邀请谁来做分享呢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紫荣为大家邀请到了 是非常可爱 今年是国小五年级的超马学员 廣欣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廣欣你好 龙姐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 听到这个稚嫩的声音 我就会发现说 这个小小年纪呢 就一起加入超马的世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像是廣欣你还记得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来认识到超马这套的系统的呢 廣欣在2019年台中的姨婆记 超级生命密码的书和课程的票 让我们参加 阿嬷带着廣欣才认识超马 和最近爱的太阳圣的导师 那时候廣欣只有六岁 哇 六岁的年纪很小耶 那廣欣当时有看书籍吗 还是A书籍其实也是比如说 家人念给你听的书籍内容呢 阿嬷念书籍给我听 哇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互动方式 透过了书籍来学习超马的信头 先前的做认识和了解 那廣欣是不是在认识到了超马之后 也想要来一起参加活动 那你还记得A第一次参加的超马活动 是什么时候 然后大概讲什么内容 你还有记得吗 记得 广信是在2019年6月16号 参加太阳圣的导师 《因为爱》 桃圆巨蛋大型课程 听到导师的出发这首歌 我最喜欢 嗯 真的 因为在歌曲当中就有很多的能量 对不对 对 透过了音乐 透过了活动 让小小年轻的广信呢 也越来越知道了超级生命密码的力量 那其实在学习超马一个路途上面 需要花很多时间一起来做学习练习 那像是广信呢 也是跟着阿嬷一起学习 对不对 那你觉得在学习超马前后 对你影响很大的地方 或者是你觉得改变有哪一些呢 广信今年十岁 从小就有气场和暈眩 跟妥瑞症 急诊 住院 常常在我们家上演 常常阿嬷 半夜都没办法睡觉 很辛苦 长期以来也让全家人身心灵不拒全 开始家庭非常不融洽 2020年广信七岁 阿嬷因为个人信仰的问题 就没有带广信去超马上课 因为广信没有大人做主 就在2021年9月开学第一天 广信因为气喘 晕选 再次住进医院 在脑部核实共振 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广信脑海里一直想起超级生命密码 一直想回超级生命密码 跟太阳正的导师上课 广信一直拜托阿嬷一次 两次三次 终于阿嬷在第四次答应带广信 回超马上课 而就在那一刻起 2021年12月到现在的2022年12月 广信跟着导师大型身心理课程 共修课 精英会分享做心法123 非常不可思议的奇迹降临在广信身上 过去的广信是气喘要不离生 晕眩到场请假 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现在刚好在超马一年了 广信已经不再被病折磨 没有用过一次气喘要 正常上课没有请过病假 班级老师都觉得很神奇 其实是广信身边 可爱的负能量 愿意和平相处 广信非常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广信 创立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让广信从小学习地址归 让自我做到反求诸己 学会把爱与感恩散播出去 太阳圣德导师教导我们 要有匡荣别人的心 描描感恩 广信在超马学习 收到非常多礼物 若无天地何来风 一切荣耀归于天 现在广信和阿嬷在超马学习 受到太阳圣德导师的祝福 天地的眷顾 真的标注幸福记号 家庭圆满 真的感觉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改善 不管是在健康 甚至是在自己的课业 还有生活上面 其实都更加的安定不少 而且得到了非常多 富足的可能性 真的看到了广信 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面向 不管是健康 客业 还有生活上面 真的是改善不少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除了广信之外 子蓉也邀请到了广信的阿嬷 就是之前 在节目当中 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 惠玲姐 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分享 惠玲姐你好 子蓉您好 所有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惠玲 其实广信在超马的这段时间呢 她的转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惠玲也是因为我的孙子广信 回到超马 然后现在家里真的 也因为这个孩子的智慧 把家里的圆满 进整个补满了 像广信她之前一直生病 那也一直看医生 可是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也因为超马 跟着太阳圣德导师学习 那这个孩子身心灵上面 已经得到痊愈 当然往后的路 她必须也是要如法实修 那也因为真的她的如法实修 带动了整个家庭 让现在家庭的圆满 真的犹如她跟她妈妈之间也是一样 因为广信她的妈妈 是很小的时候就生了她 所以说在广信跟亲情的这个部分 她的妈妈现在真的就是 把孩子放在前面 对她的那种的爱 好像一直都在弥补着 像这个孩子 变得每天都是笑容满面 所以说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超级生命密码 也真的太感恩我们太阳圣德导师 因为这一条路让我们选择了正确的路 所以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天地 对于我们一家人的爱 真的是天地的爱无所不在 桂林到现在 不仅在经济上健康上 全部都是得到导师的祝福 那也一直一直的圆融起来 然后所以真的在超马 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 真的很感恩我们子荣 今天给惠玲也分享了这个机会 所以谢谢大家感恩 那像是广信A到现在 其实也从2019年 先认识到超马 到后面比较认真一起如法实修 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那是不是也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说 哇 超马真的改变你很多 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呢 网信真的诚心邀请大家 一起到我们超级成名密码 的大家庭学习 这是我们唯一的路 一条通网信服的路 新门打开福就来 祝福大家行人生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主任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 十岁小朋友 广信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广信谢谢你 谢谢子荣姐姐 再次感恩广信 还有广信的阿嬷惠玲姐的分享 哇 没想到小小的年纪 就可以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来学习和吸收 然后也让自己做出了改变 不管是在生活的一个状况 甚至是在身心的健康 其实都是成长了许多 所以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 不是只有大人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做精进增长智慧 连小朋友都可以在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吸收 也欢迎大家 如果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做了解了 而现在的时间 我们先来听首歌曲 稍微的休息一下吧 来送上这一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天赐活力 参与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进行的单元 附足人生千百问 来跟大家谈谈不同的人生话题 生命抵达最重要的是火力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花力可把幸福捐起 让我们生活在天美圆满里 现在因为这个道理 向着火力就在这里 唱着火力就在这里 天赐活力天赐活力活力 用神职的心接受着火力 用神职的心接受着火力 耳上圆满就在这一刻生气 只要愿意天赐活力加持你 几回难得你要珍惜 天赐活力 和雨天心动的感激 天赐活力 天赐活力 万事不足 掌握天晴 你我就在幸福过度里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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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天地 天赐火力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 可能是很多跟我一样 平庸的朋友们可能会有的一个疑问 就是能觉得好像自己从小到大 都不是那种天资聪颖 或者是那种非凡超群的人 好像不管是在读书工作 在任何的一个事务上面 资质都稍显平庸了一点点 好像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起色 但这样子一个生活 只能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平凡下去吗 那资质平庸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成就一番的大事呢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当中 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同样也是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个主题上面 我觉得很多可能跟我一样 平凡的朋友们 其实从小到大都有这样子一个感受 像是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读书的人 好像从小呢 就是成绩就是平庸 可能没有特别的前面 但是也还好没有到吊车尾了 但是呢好像呢 自己也很努力啊 就晚上也补习啊 甚至是有很多晚自习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 像其他的同学一样 就是考得那么的成绩优异 像是每次到了这种大考 或者是期中考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同学说 啊我昨天都没有读书啊 但是没想到就考了前班的全三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真的别人的天资比较聪颖 我们平庸的人 怎么努力都追赶不上的吗 导师 其实子蓉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啊 他讲起来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那么像刚刚子蓉提到说 有些人他也努力读书 但是就是考不好 那是真的不如人呢 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这里面有牵涉到很多的因素 那么当然了 一开始讲说 这读书为什么不如人 有些人他可能读书 怎么读他这个书就读不进去 他看这种 但他要记就记不了 或者是要理解理解不了的 那这个跟个人的资局 有点关系 但你说他都不会读书 但他可能将来多少年后 毕了业去做生意 他可能做全班第一名也说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是真的 有哪方面不对呢 这个我们不是有说过 这个读书好像有点功名运 对不对 也是 不是好像有这个传统说 考试的时候要去什么庙里走走啊 拜拜文昌帝君啊 是不是 点点光明灯啊 那这个呢 其实啊 就说他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 当然我们最基本的 要个健康的身体 脑筋清楚的头脑 对不对 那这是最基本的 那然后呢 等于是都有了这些基本条件 那你有没有这种心情 想坐在那边读书呢 有些人他是聪明 但他坐不住 所以他还读不下 或者是他坐了一分钟 他觉得他受不了 他就没办法 他也想读书 但是就是感受味道不对 那你说这个是他不聪明呢 还是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有些人呢 他一直读 他也不是不懂 但是今天读完 明天老师换个题目 对耶 他就不会答了 有 对不对 那你说 这到底招谁惹谁了 他也不是没读书 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没办法反映 这个很快的 看看是不是相同类型的题目 能够举一反三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那有些人呢 他是读了 也做了最万全准备 但是又初心 对不对 也有 去了考场 对不对 本来该选A的 看错了选B了 那这可能出来成绩又不好 反正就是这个里面理由啊 一大堆的 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 学校的成绩嘛 公民 这里面的公民运呢 其实他是隐隐的在运作着 那为什么有些人 他可以随随便便读了 就全班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 有些人读个半天 天天又是补习 又是早一点去学校 去请教同学 但是最后他还是读不起来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包含着 人的公民运啦 人的资质啦 人的努力啦 人的情绪啦 人的这个家庭的一些 组成构造的一些因素啦 点点点点点 所以他里面的关系是 说复杂蛮复杂 说容易 那就是会或不会 读得了或读不了 你可以讲的很容易就是二分法 那你要真的去细细的研究这里面呢 他有很多的变数 因素 那你说有些人他从小 就是随便看两眼 他就过目不忘 他就很容易理解 他怎么样考都是第一名 他的这种人生经验 他觉得读书太容易了 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感受呢 那为什么相对着这班上考不好的同学 他怎么读就是觉得自己就什么都不如人 那这里面到底差在哪里呢 其实这里面真的是蛮有趣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多多的去深入其中的了解 那在家里面 那在家里面自己的小孩啦 对不对 自己的孙儿啊 有时候为人父母的 为人爷爷奶奶的 都会紧张着 这些其中到底怎么回事 行还是不行 对呀 那其实这里面就跟着这个 我们讲的能量也有关系 一些这个天地的定理也有关系 都会影响到 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去研究而已 就这样子 没错 因为其实刚才导师所说的这个功名运 或者是呢 会不会读书 能不能透过了考试啊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升职的方式得到成就 这其实只是我们人生成功的一个方法之一啦 如果刚好呢 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主题 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听了一个广播节目 然后呢就有听众呢来投信说 他自己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资质非常的平庸 然后因为自己没办法好好的读书嘛 所以就放弃了读书开始玩乐了 但是呢就在一次的失恋之后 哇没想到呢 奋发他图强哦 就把可能之前两年落下的一个学业呢 透过了高中三年级的一个一年的时间呢 赶快把它补上 没想到呢 他也是可以情能补着 把前两年这个遗失的学业啊 或者是没有努力的部分 再度的把它补了起来 所以其实发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有这样子一个例子 就是可能在之前 不管是不是成绩不好 或者是自己也没有用功 或者是没有下对苦心的人 他可能找到了方法 找到了一个契机之后 他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很非凡的人 甚至呢 他就从吊车尾的考上了全班的前三名 让老师呢也刮目相看 这其实透过了一个转机机会 让自己呢再造成就 这也不是不无可能耶 道士 是 子蓉刚刚讲这个啊 是一个非常令人听得振奋的例子 对不对 对啊 在怎么样一个情况 年龄 抓住机会 找到方法 那么拼一下上去了 这也是 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可能性的突破嘛 其实这个大家的 可能的机会 可能的方法都是公平的 看自己要不要用心 抓住时间机会 各方面的这些客观主观的因素 来让自己成长成就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到 我们应该曾经有一位学员 是不是在节目中有分享过 说他的小孩本来在高中的时候 高三要大学联考了 的那一年 他跟他妈妈说 他觉得这三年都没有好好读书 而且现在看起来呢 看起来好像有看没有懂 然后他跟他妈妈说 他想要重回到高一去重新读一次 哇 然后后来他妈妈听了也急了 那还得了 这已经读到高三了 重新再来 要回去读高一 重新读 那这怎么来安排他的人生呢 后来他妈妈就觉得 因为经常听到这个课程里面说 人生啊 跟这个能量的这个变化与否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妈妈也就在自己的一个 能量的调动 祈祷着他的孩子 然后来 冥冥之中呢 隐约隐约的影响着他的孩子 后来他的孩子 也就是渐渐的吧 也就学着超级生命的一些理念方法 但是这个就有点像是武侠小说了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遇到这个人 你会觉得这个接下来 他的人生的变化就天方夜谭了 他本来是说要准备去重读高一高二 再来高三准备真正读了书以后的大学联考 大学考试哦 后来到了 就是他们是学策是不是 学策的前三四个月 这个小孩呢 他突然就好像顺发图强 还是想通了 想懂了 就在这个后面的这三四个月 突然就好像开窍了 全部东西呢就开始慢慢的上轨道了 结果你能相信吗 这个讲起来真的没有亲自的看到他的这过程 没有人敢相信 这个小孩居然在那一年的学策后来最后申请考上的是台湾大学 哇天哪太强了 你能相信吗 真的 你能相信吗 哇 不得了 这个小孩现在本来今年暑假的时候应该要毕业了 嗯 台湾大学毕业了 后来他好像是修两个主科 哦 双储修 所以他现在就想说再多一年 嗯 就是明年的暑假 他就要从台湾大学毕业了 天哪 你能相信吗 哈哈 哇 你很难相信这是事实 但是他就真的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这种很奇妙的事情 那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学员的小孩呢 在台南 嗯 那么 本来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隐忧 就是说呢 年轻人嘛 总是有点反叛奇 这小孩呢 好像是稍微反叛一点 嗯 然后呢 父母跟他讲什么呢 好像也 就是有听 一下懂一下不懂 嗯 那读书呢 在班上呢 也不是 哦 佼佼者 但是你能相信吗 这个小孩呢 他也是 哦 他的爸妈妈妈妈呢 就是希望这个小孩能够好好的 好 在一个轨道里面就能够好好的读上大学啊 啊 或怎么样啊 但是看起来他的小孩在班上的成绩呢 等于是班上的这前面几名 嗯 都不敢保证说自己可能会考上什么了不起的大学 那这个父母呢 就想说 哎呀 平平安安的啊 就这么好好的考着 能够 有个交代就算了吧 也不强求这个小孩能怎么样了 但是你能相信吗 在这个父母 哦 在超义生育码的系统里面呢 也知道是能量的幻化呢 来做可能性的自我的提升 努力 哦 突破 然后小孩呢 也看到父母呢 因为在学习超义生育码的系统呢 哎 这个小孩好像有一天他看懂了 哎 觉得这个父母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好像怎么 好像说不出来的 那小孩呢 也开始 有着这方面的一种 想要去了解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系统 后来小孩呢 也就是隐隐约约的接触了接触了一点 那你能相信吗 也就是今年 暑假的事啊 他的学测 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巧合的安排 他的学测 后来他去选什么学校的科系 结果他们全 刚才是全校 我忘记了 本来该考上国立大学的 嗯 都没上 哇 都落 反而是他 嗯 反而是他 不知道是误打误撞 怎么样的 考试的成绩 然后怎么样去选什么学校 就这个小孩 考上了国立大学 哇 天哪 这个都是像天方夜谈一样的 那现在已经大意了 新鲜人已经进去 这个现在 也是奋发图强的在这个大学里面 享受着大学生活 以及努力的在读书啊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 对啊 同样的一个小孩 嗯 对不对 对 他也前面在努力 但是 父母那么担心 那后面的结局 当然了 今天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觉得说 哎呀 你们讲的有点怪力乱神 怎么可能 嗯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 今天主题 哦 只能说这个 读书嘛 有些人读得好 有些人读得不好 对 那到底什么是好 嗯 怎么样才能够好 对 对不对 然后好的后面又代表着什么 我想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 如果我们弄通了 也许 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机会 可以把 在读书的这个 可能性上面 能够达到 登峰造极的境界 对 是这样子 没错 哇 这个导师呢 刚才连讲了两个案例 我都觉得 哇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不过其实大家再仔细想想 在身旁 或者是自己身边 所听过的故事 其实也不乏 这样子一个例子 可能是 小的时候不是很会读书 但是某一个暑假 或者是某一个时刻 就突然领悟了 开窍了 然后呢 就掌握到了学习的技巧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如何掌握到这样子一个关键 把握了时机 让自己有所提升 不管是在读书啊 在公民运 甚至是在智慧上面 其实呢 真的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些时机 不过呢 到底天资聪颖的人 还有资质愚钝的人 虽然说起跑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达到了非凡的成就呢 虽然说这个路途上面 可能我们的路径不太一样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 好像呢 是不可能到达的事情 其实呢 找对的方法 找对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不过要如何让我们自我的智慧 可以得到了提升呢 休息一下了 先来听个音乐 我们来送上这一首首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太阳的祝福 三月之后休息一下 待会儿在下一个阶段的单元回来 再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 持续为大家做提点 太阳的祝福 在心中无限的感触 今生寻思浮沫 再能向前来步 绝不再光顾 要终成这一步 太阳的祝福 心中寻思浮沫 心中寻思浮沫 我心深处 感恩这祝福 朝风脱宿 我胜利活主 你一阳之祝福 春天中穿浮沫 春城祝福 世界的富足 相守祝福 太阳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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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印稳深处 好难听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今天来帮一般的社会大众 来问问这个问题 就是觉得说 自己好像的资质 不是非常的不凡 这好像有点平庸 人生在学习的路途上面 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成就和突破 不过我们真的 比较还蛮学习的人 真的没有办法有大成就吗 是不是可以透过了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开始懂得这些的技巧 或者是让自己在自己的专业上面 也可以获得了更大的一个成就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持绕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现在呢 毕业已经也好长一段时间了 大概有十多年了吧 其实呢在很多次 跟不同的族群呢 或者是不同的朋友们来讨论说 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有哪一些光辉的成就 是不是考了比如说 数学全班前三名啊 或者是指考啊 学测的分数如何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呢 来返回去自己的一个 高中大学的生活来看看那些 在原本排名前几名的同学们 他们成就到底和自己的成就 落差在哪里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了 可能在小时候 这个第一名的同学 他可能现在也是在一般的上班啊 或者是也是做了一般的工作 好像也没有特别突出 不过呢就有一些其他的同学 可能他们在读书 不一定非常的在行 但他们可能在绘画啊 或者是在一些数理上面 甚至是在一些艺术啊 音乐上面 其实他们也有非凡的成就 他们也是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让自己呢 努力不懈的来 弥补他们可能在课业上面的不足 现在其实也发展的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资质平庸这件事情的资质 不是只有说到了 就是课业 有的时候 诶我们可能在课业上面的平庸 说不定我们在其他的方面 也可以发展成不凡的成就 诶导师 是 这些呢 我想每个人啊 所谓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嗯 那么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社会上 都有可以发挥的 这个长才 一二 或者是五六七八 这么多的各方面的可能性呢 就看自己要不要把自己可以来做发挥的强项 来作为自己可能性的一个着力点 那么人生嘛 有的时候啊 毕业了啊 像刚刚讲的这个大学毕业了啊 如果 交比说子龙 嗯 是不是 子龙是学这个广播专科的专业的嘛 是吗 嗯 对不对 那子龙可能就想着 我既然是学了广播 所以我就来到了广播电台 来这个学以吃用 这也是一条路 对不对 对 那有些学校毕业之后 有些人 他可能前面几年 他做了他自己的这个学校的专业 哎 他可能在哪些年的时候 他可能就 换了一个领域 因为人生的际遇 然后在那边可能发挥的 他也没想到 可能这么样的可圈可点 那有些人 他也有可能 这个也许做了几年自己的专业 哎 他也可能换个跑道 但是不换还好 一换他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了 发现好像 不能够让自己随心所欲的 来展现自己的抱负 哎 这个 怎么会差别这么多呢 有些人他怎么 哎 换一个角色 他会做得更好 有个人换一个角色 他完全失去了自我 那这里面呢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咯 那这个时机就不公平咯 为什么同样 大家都想要打拼 会有一片天的这个未来 期许着 那怎么会弄到最后 差别这么大呢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他也是有他的一些 主观客观的因素 但是重点就是说 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小时候开始压压血雨 或者进了学校 这个努力读书 出了社会 一展长才 那么随着时间的岁月的累进 是不是能够都如我们在当时那个时间段上 对自己的期许可以达标 与否 那么这不同的人生的这个写照 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 其实今天刚好在这节目啊 把它说穿了 这里面呢 也跟我们刚刚前面一段谈的 说读书能不能读得好 它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主观客观的大小因素 那么毕了业 走向社会 能不能够发挥得好 能不能够得聚 但是它也有在里面呢 有很多主观客观的因素 来主导着每一个人的际遇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不是在我们这个小时候 或在学生 或在什么时候的教科书里面可以找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这个如果能够早一点能够读到 人生的使用手册 就早一点可以了解 怎么样可以是两拨千金 不要花太多的力气 就可以得到非凡的成就 还是说反过来 这个历尽沧桑的一辈子 最后还是缴了白卷 这就是 有时候就是一个基于 有没有遇到一样什么样的机缘呢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 开智慧或开窍的这样子的一个 别人的这个带领或提升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 但是毕竟怎么样呢 还是结果论呢 结果最后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那才是真的是今生的一个成绩 但是如何的写照 是这样子 就像导师在上一阶段也讲到了 不管是公民运 就是自己在小的时候会不会读书啊 或者是在长大之后 自己在事业上面 会不会成功 其实真的有非常多各方的一些因素 来主导着人生的一个发展呢 像是我觉得在事业上面 其实这个机会还有贵人等等 这些运气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握 这样子一个关键呢 有时候可能贵人来帮你一把 但是你可能没有抓到 或者是你也没有在意 然后就让机会这样子溜走了 哇其实也真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其实我们要如何找到 这样子一个智慧还有关键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 也需要更多的方法 所以其实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要更多的落实吗 或者是要更多的一些小小的心思 才能让我们真的 透过了不同的努力 来找到这些制胜的关键 所以其实真的 要让这个机会不要溜走 这还是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倒是 是 其实我就想到了一个 以前的例子 以前我们在台湾这个中学 学校放学的时候 不是好像都有补习班在发什么 这个考前拆题什么那些小本子呢 有没有 有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个机会遇到 那个人在那边发 哦原来是这样也是 真的 是不是 然后刚好那个 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那个 刚好那一次的考试 那个老师出了很多题目 跟那个小本子里面都息息相关的 那你就觉得 那拿到的人就赚到了 赚到了 我们没拿到的 对不对 那可能就觉得 哎呀 失去了一次机会 但是这个就是人生的际遇了 对 我只是举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例子 那人生里面 比如说我们出了社会 那有没有说 你有遇到一个好的老板啊 好的团队啊 或者是非常挺你的这些同事啊 那这些也是人生的际遇 对不对 所以这际遇好还是不好 它可能会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但是这个好的际遇还是不好的际遇 它真的是 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愿就可以达到呢 还是就像这个吸引力定律 你所想的 就是后面人生的写照 那是不是真的会如此呢 其实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 人生实验场 人生课题 那真的能够摸到 抓住了 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一个运转的一个准则 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那如果没有抓到一个准则 你就很容易就说像瞎子摸象 今天是准备这个 觉得对有一点帮助 但明天又不赢了 然后后天又觉得该怎么办 那是不是大后天就要换人生跑道 诸如此类 还是跟每个人的际遇 命运 努力 以及对很多事情的一些轻重 缓急的这种智慧 怎么样的去拿捏 在里面给自己 能够一加一大鱼二的各项安排 我想这些东西呢 还是自己是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把自己推向成功的人生呢 看要怎么样来为自己长这个盘 我想这个还是重要吧 只是说每个人长得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对这就比较虚一点 那如果真的有这个命 可能就演变着演变着 他就觉得是人生胜利主 那有些人也是可能是父母的手掌心的捧的小孩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处处碰壁的 没有经过多少年之后 信心全无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还是跟每个人的说的比较肤浅一点吧 跟运气有点关系 对不对 那跟这个实力有关系 跟这个各方面的选择有关系 但是这里面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对不对 那运气为什么不来呢 还是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运作着 所以我相信我这么一讲 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很大的感触 对呀 可能或多或少 在他人生方面的哪一个比重上 他可能也尝过了 让自己百思不解的一些话题吧 他总是觉得为什么 有很多的为什么 但是就是没办法详解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发现了 不管是在人生的一个际遇上面 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路上 可可以找到这样子一个关键的因素 让我们好像智慧一点就通 感觉真的有开窍的感觉 也掌握到了很多这些好的运气 还有一个机会 那如何呢 好好的把握 其实刚才太阳升的导师 也在节目当中 哇 讲到了好多的例子 其实呢 透过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也可以让大家好好的翻转一下命运 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机会 还有关键了 所以大家呢 如果想要知道了更多 关于这超级生命密码相关的讯息 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搜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粉丝专页 在我们的手机当中 大家也可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的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有好听的歌曲 还有很多的最新消息 而另外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深入的 来了解超码的系统 也欢迎大家呢 一起透过了实体的活动来做参与 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 我们一起来导读到的 就是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的书籍 还有学院们彼此分享的时间 那因为在全世界各地 非常多不同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我们在各地的精英会 上课的时间还有地点 又或者是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 想要打电话来进行询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呢 拨打电话来台北这边询问咯 我们在台北的电话是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台北的电话是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就邀请大家呢 透过了不同的方式来了解自己 来掌握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使用手册 让我们可能觉得 自己好像资质非常的平庸云顿的人 也可以透过不同方式来找到契机 也成为了这样子一个非凡成就的人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次的感谢全球超级神秘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我们福当你家的节目 会在每周六的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会在F10401的频道空中播出 那如果大家错过节目的话 也欢迎在Podcast播客当中 来搜寻福当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节目内容 包含了像是书籍道读 学院读者的分享 或者是太阳圣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的其他提点建言 都欢迎大家可以一一的细细品乐 一一细细的聆听咯 而在今天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要来送上的同样也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好听音乐 叫做敏恩仇 在音乐之后呢 就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LV04.1的频道 空中再会咯 拜拜 我们在下周六 阳光星空无尽兴起着明暗筹 还有什么纠结需要留 流来流去终究成仇 何方要晴天破晓迷谋 生命故事难免断愁 细里细外总有识来游 不经意想明暗筹 如影铁壳 如影铁壶 心目间归在执袖 平为天山满水 尽把泪流 前世今生传说 故事远游 回眸悠悠 再问冲通 断愿尽愁之休 明暗筹 断愿情愁之休 明暗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故事难免断愁 细里细外总有识来游 不经意想明暗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影铁壶 心目间归在执袖 因为天山满水 尽把泪流 前世今生传说 故事远游 回眸悠悠 再问冲通 三万筹 断愿情愁之休 明暗筹 断愿情愁之休 挂爱不留 人生满满 人生满满 花开花落 纵天心愁 时间沧桑 任平川下秋冬 却环流 一泪一春香 一泪一春香 掘起执手 尝尽人情淡薄 才曾言尽中 人生满满 人生满满 人生满落 一泪一春明恩仇 一泪一春明恩仇 明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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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